今天最后上课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放在这边 所以每一次上课 还有包含其他的补充范例 我是把它放在我们的论坛里面 所以你假设 有些地方都忘了差不多 像我们第一次上课 讲了什么东西 你也许忘了 那没关系 回头再看一下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那每一次基本上 当然我也有一个纲要 基本上都照这个纲要来走 但是有些 当然就是会有一点点出路 不过应该 我想出路不会太大 基本上呢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 把它灵活应用在工作上面 我想对效率提升 也有一定的帮助 那至于呢 很多东西 当然不可能说 一下子马上全部都把它 做很熟练 但是我想你只要 很愿意花时间 像那个上礼拜 那个什么 就是你的一个sheets里面 比如说有很多个班级 上个礼拜这个 就是假班一直到嗨班 好了 这么多班 那我们的需求一直是这样 因为你的工作 所以你要非常清楚 你自己的工作流程 那我们这一题上礼拜是 模拟什么呢 假如说有13个班级 就会有13个班级的导师 那这个13个班级导师 他应该会需要 就是说 也许你将来你要给资料的话 不应该给全年级的资料 而是应该给各别班级的资料 并且自动寄给对方 OK 所以如果你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以前你必须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 也许你要先把13个班级 再另存13次 OK 另存13次 变成13个档案 OK 然后13个档案呢 再利用Outlook 或者是其他Gmail等等的 把他们Email 一个一个呢 怎么样呢 再把它寄 一个一个的慢慢寄 对不对 OK 那这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 你用上个礼拜讲的方式 我想应该很快 可是里面必须要设定 第一个那个Outlook的 那个什么 Outlook元件的部分 应该还有印象吧 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许你忘记没关系 可以从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 问题07的这个资料夹 这边有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呢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啦 上个礼拜答案 上个礼拜参考的程式码 通通在这里 里面的话呢 主要就是给各位方便 你们可以 很快速的把我们需要的部分 一个一个把它复习 所以上礼拜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都在这边 包含就是说呢 从怎么去移动工作表 再到排序 排序的顺序的话 也许你可以从假班到嗨班 那从按照清单 或者是从什么 从笔画 那这个笔画呢 你可以预先排序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怎么样 动态的产生一个 一个排序的工作表 再按照它来排序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批示将什么 将工作表转为工作部 其实啊 程式就是这么多而已 OK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顶多就是说 下面再输出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目录 也就在桌 在DiskTab 就在桌面上 你要预先有产生一个资料夹 叫VBA 那假如说你不希望预先 预先准备好一个资料夹的话 你可以用这两行 这两行主要用于什么呢 就是说呢 当你启动这个功能的时候 它会自动跳出一个视窗 问你说 你那个资料夹放在哪里 那如果你 你如果说没有那个资料 你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 再选取也可以啦 所以这两行基本上 就是会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那实际上呢 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Application 物件里面的什么 点File Dialog 这个还蛮好用的 那观众5之后 它会自动跳出 问你说 你要选什么 你要选Furder 资料夹 还是File 还是什么 你要另存新档 或什么的 所以其实File Dialog 这个还蛮好用的 这一个对话方块嘛 它的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 另外再去建一个表单 它可以呢 让你自动去做这件事 其实很好记就是 你如果要Furder 你就用Furder Furder Picker 你刮胡就是可以用选的 所以后面这么长一串 不用背 它自动会显示出来 只要后面加一个点秀就可以了 点秀有点像表单 把它叫出来 一样的道理 OK 那它跳出一个视窗之后 你就去选某个资料夹 选了完之后怎么样 它会Return一个结果给你 所以它选了一个Select Item 哪一个 第一个 Return回来呢 我们也许加上一个Express的变数 把它接收 也就是说 你选那一个 再把什么呢 原来入境 原来是写固定的 那我可以把它用一个变数来代替 那例子像这样 这上个礼拜 讲到的 那还有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新增一个资料 一个工作表的话 那可以用Copy 你想说Copy Copy为什么 可以新增一个工作表 实际上这个Copy呢 实际上就是 如果后面没有接Apps或Betful的话 它会另外跳出一个工作簿给你 所以特别之后 Copy后面呢 如果没有加Apps或Betful的话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自动产生一个全新的工作簿 然后呢 它可以怎么样呢 再帮你 把原来你指定的那一个工作表 怎么样 给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跳出来 那跳出来之后的话 你要做什么呢 特别之后 这边有一个 把Active Workbook 点后面有个叫Save Save应该顾名思义啦 存档 不过后面特别注意 另存新档 是Save as 可是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 请你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 我最早是交的时候 我是没有加Copy 那没有加Copy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它跳出来之后 如果你没有Copy的话 它会把你原来的工作表 给删掉了 所以你会变成 你原来的工作表会消失哦 所以特别注意 Save Copy as 跟Save as 结果是不一样的哦 OK 这两个你当然也可以比较看看 看似是没什么差别 但是实际上 差异其实还蛮大的 就是 你原来的那个工作表 是不是要保留 如果是的话呢 一定要Save Copy as 不能用Save as OK 你其实应该测试一下 然后呢 后面的话还有就是说呢 怎么样用Outlook邮寄出去 那我上礼拜有demo了 设定起来其实不会太麻烦 不过前提 就是记得 只能够用什么 只能够用Outlook 你不能用Google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用Google的话 你要用Google的物件 跟微软之间的 理论上是可以 就是只要Google 它提供一个物件 可以让VBA呼叫 这样的对应物件 那就可以 可是问题 这个物件呢 恐怕呼叫起来非常麻烦 而且我也不确定 它是不是存在了 也许Google有 release这样的东西 不过 我觉得不用舍尽求援 也许你如果说 希望VBA帮你寄信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用Outlook 那把Outlook设定一下 设定一下之后的话 那里面特别注意 就是寄信的这个SMTP 我上个礼拜好像漏掉 这两 这个吧 还有那个外寄的游戏 这个一定要打勾 而且这边要登录你的账号密码 我好像漏掉 这个跟下面的这个TLS 那设定完之后 就可以用Outlook去寄信了 那你直接怎么样 在VBA里面的撰写任何程式 那你只要给它一个什么 对应的清单 就类似像这样子 假班寄给这个 以班寄给这个 那它就会怎么样 自动的帮你 把所有产生的工作表 一个一个的寄给各班的 这个班级导师 OK 大概的流程是这样的 我想你这个最好可以 工作上如果说有类似的情境 我建议你可以多做几次之后 这个范例也许你就熟了 熟了之后 也许你这个其实也不用太多的记忆 OK 大概上礼拜比较重要的 类似这个部分 另外的话 还有这个信任中心 我最后有demo一下 给各位看到 因为如果你记信有13封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地方 信任中心没有改成 不要警告 我有可疑的活动的话 预设是当什么呢 当那个他有那个他会警告你 好像是这个还是这个吧 会警告 可是问题啊 你记一封他就警告 记一封就警告 所以他会跳13次 那很麻烦啊 你要按13下 才能记13封 所以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改掉 以后的话 你要记一百封 他也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跳出任何的视窗给你 那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说 以后呢 如果你要自动的email 没有给指定的人 给他他需要的档案 这个范例的话 是完全match 所以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主要的重点 就是工作表 可以输出成工作部 ecell的档案 然后呢 再来自动全部批示的 当记信的时候呢 顺便attach 所以你会发现 最重要是这个attach 这个attach file 这个attach file呢 可以把它把这个档案呢 你可以这个 .attach .add 这个路径给他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 在我指定的目录底下 有那个档案 自动就夹带出去了 OK 其实我觉得啦 像这些东西 你要能够 也不用死背了 说真的程式不是要你背的 而是要你去做 所以很多人学不 我不知道 很多人会学觉得很难 主要原因是因为 可能用错方法了 最重要一定要去做 他不是要你把它记下来的 不是像以前那个 像考试一样 有背有分 这个不是要你背的 背也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很多地方 你即便背起来 你还是会忘记 那但是你做几遍之后 做熟了之后 这些都不用背的 以后你做了就会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把这个地方 稍微再了解一下 另外上礼拜的录影档 有一个部分就是那个什么 用IE物件去下载资料 其实呢 录了没声音 不过我想大概该有的东西都有 程式码在这边 所以你把它弹开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你要去分析 要花时间 这个东西说真的也没有办法说一下子马上去理解 我有讲过 这个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所谓的HTML 就是网页方面的专业 所以你这个地方专业可能不够的话 也许你要再增加 那里面的话我是按F12 它会跳出旁边的东西 那我就一个个分析之后 我就知道我要什么东西了 那在这个地方可以 不只是我觉得 不只是用在VBA里面 其实很多工作里面 都有可能我需要的资料 是在网路上 那我要呈现在哪里呢 也许可以在VBA里面 也许你可以在别的地方 像我现在做的比较多是 可以在手机里面呈现 也许比如说你资料在网路嘛 那我也不一定是在VBA里面显示 因为我有时候跑来跑去 我在外面呢 我需要我怎么样呢 可以快速的把资料抓下来 可是你问题你不在办公室啊 你是在外面那怎么办呢 最好的是配合你的行动装置嘛 那行动装置你只要装一个对应的APP 资料就可以下来了 那你可不可以马上可以看到吗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个需求啦 现在我发现 因为呢 我有些资料放在网路上面 我发现每天都有一堆人来问我问题 我这也是有点 算不生气啦 我也还好啦 反正有空就回应一下 因为我们的上课东西啊 YouTube上面呢 其实其他也可以看到部分啦 但不是看到全部 可是他们有时候看到 就觉得很新鲜 想要了解 但是他们的工作里面 目前遇到的状况 跟我们上课的情境也类似 那有时候他们好像有一知半解 就会想说知道更多了 那怎么办呢 知道更多哦 那不然我说不然你们来上课好了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点 那这也是一种 呃 因为我不知道 我除了说你来上课之后还能 不然你 呃 免费开放吗 那这好像又又说不过去 所以大家方法很多啦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上个礼拜 你只要把上面了解一下 另外你把那个 我们的这个范例档下载 并且把那个 VBA 打开来贴上去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我上个礼拜特别提到 我好像那个云端的那个 我没有改到 就是这两行 这两行把它注解掉 所以我干脆把它稍微改一下好了 就是哪两行呢 这一行把它 不要注解 这两行把它注解掉 这样就OK了 干脆我把 把这个改一下好了 因为我发现可能有同学 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呢 上面这一行是用create object create object的话呢 你不需要去做引用的动作 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internet 就IE浏览器 那这两行的话呢 你必须要引用 所以如果说我用原来的那种引用 特别之后就是你必须要到这边 如果你用这两行 你必须要设定引用项目 而且呢 一定要什么 找到microsoft的internet internet的这个control 这个一定要打勾 这个前提是 如果你是使用这两行的话 你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但是如果你是用上面这一行 你就不需要去把它打勾了 两种方法都OK 所以你们在很多书里面 都会看到这两个方法 也许有出现 也许有的作者用这 有的作者用另外的方法 但是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呢 我上一半有特别讲过了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有什么 如果你要new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没有new create object的话 就不需要 那主要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用create object的话 它不用引用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以后那个物件 你把它点下去 比如说IE点 create object它不会有提示 下面那两行会有提示 所以通常我的撰写方法就是 刚开始也许我在撰写 为了让它有提示 那我会用下面的方法 等到呢 我已经差不多做OK了 我觉得不用再提示 没差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create object 那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法 create object比较简短 一行就搞定了 OK 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你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贴到那个你的 这个 这个地方 贴到IE 贴到那个VBA里面 其实很简单 贴 贴头 跟贴 这个清除 就两个吧 那贴上去之后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work了 按下去 应该还记得吧 实际上它的作用 就是把这一个网站里面的 什么呢 这个网站 你会发现 它大概停个三四秒才资料下来 就是把每个县市 22个县市里面的每一个 一个一个 有没有 点一个 这个改一下 点一个 这个改 那必须把一个一个 放到我们的 这个一个一个 好像总共有五栏吧 那以前的话 你要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总共你要复制贴上 一百多次 但是呢 如果说你会用刚刚的方法 直接按下去的话 它会先等个五秒钟 因为你要等那个 它ready ready之后的话呢 再把资料呢 从那个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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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的加 有没有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动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程式 它应该就可以用了 那只是说 如果将来你看到的 你的需求是 也许不是这个网站 但是它有类似的 它要先卷动之后 才会把资料抓过来 那你当然可以改一下 这种范例其实网路上还蛮多的 所以说改写一下 类似有这种需求 OK 好 不过会跑比较久一点点 那请各位等一下呢 再把那个上个礼拜的 那个范例 打开来 就是这个假班到嗨班这个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把后面 有关档案方面的 工作部方面的 把它讲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你输出13个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寄给13个导师 那他们也许登录好 他们的成绩之后 还是会寄还给你 那寄还给你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你把这个档案本来分出去了 这个时候因为你要交给 也许是交务主任吧 然后你必须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13个工作表 也许你按个按钮 13个工作表 就帮你合并回来 变成一个 有没有 13个Excel档 变成一个Excel档 以前如果你不会的话 怎么办 所以可能就要开一个工作部嘛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这样 再开假班 然后再把假班 复制贴过来 关掉 再来再来再来 但是其实很麻烦的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全部把它解决掉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 可以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